穩倦 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假如你开了一间公司 请你先生来当雇员 然后呢 你先生说 我要一万块钱的工资 不能加班 不能出差 我就是要一个 钱多或少的工作 你是老板 你会给他吗 我会 我觉得最开始 你们两个是很多 年轻人的榜样 自己奋斗 买房 也不拖累家里 自己赚钱装修 多好呀 我相信很多人 都很羡慕 但是慢慢的 你的这个意识形态 就变化不一样了 你自己都说 你作为老板不会 那你先生去哪儿 找一份工作 赚的钱又多 活又少 大部分的时间 可以陪你和孩子呢 当然 如果你愿意说 我可以降低 我的生活标准 那你先生可以 少赚一点钱啊 对吧 可以把更多的时间 分享给家庭啊 这显然不合理嘛 我们首先要讲讲道理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安全感 这件事情 女人的安全感 源自于自信 你现在就是极度的不自信 你觉得自己没有能力 再一次地融入到社会当中去 其实你现在可以去慢慢地适应 有一些工作 这样我们就不用买什么东西都伸手 我朝人家要钱了 难受吧 难受 好 要去工作 工作的女人才是自信的 美丽的 第三点 我们来说消费观念的问题 你现在刚刚一直在抱怨 买个婴儿车花三千 买个床花一两千 买双鞋花五百 说实话 我觉得贵了 其实我收入还可以 但是我们家宝宝买鞋 最贵的一双一百六十八块 我不是舍不得给他花这个钱 这个脚长得真算是太快 不是说人家妈妈有 我们就要有 我们要给孩子最好的生活 是指我们要给孩子 我们力所能及的条件下 最好的生活 不要给自己和你先生太大的压力 你要多去体谅他 这是给你的三个建议 说到这位先生 我们知道很多成功的男士 无论我再忙 每天我要拿出一定的时间 跟我的爱人去沟通 他天天就对着个孩子 一个娃四面墙 什么也没有 所以需要你去打开他的心结 他就不会今天这样 跑到我们这里来诉苦 你要给他多的体谅和温暖 第二点 你自己承受的这些压力 他都不知道 不知道你的贷款 到底有多少 房贷 车贷 什么装修袋等等等等 所以他当然理所应当地觉得 你这个月赚了这些钱 我就应该去买这个婴儿车呀 我就应该给宝宝买这双鞋呀 所以压力要共担 好好回去过日子 好好爱你们的宝贝 好好地幸福地继续生活 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总言老师 你现在为什么不会那么害怕 你知道吗 因为你什么都需要这个男人给 你的爱要这个男人给 陪伴要这个男人给 钱要这个男人给 对未来的安全要这个男人给 一切的一切你都需要这个男人给 你把自己的安全拱手相让 家庭主妇不是说你在家里面 照顾照顾孩子 做做饭就好了 他要推动和主导这个家庭的发展 不是说管钱就主导了 我们这个家未来应该怎么样 我们什么时候应该 全家出去旅行一趟 这一周我们应该安排一个什么事 来过家庭日 这都是应该家庭主妇 来推导和引导 你的这些智慧呢 你不要只是放在 你不陪我这件事情上 至于男人 一个男人因为事业和赚钱 而不陪家人 这究竟是有责任感 还是没有责任感 一个男人最有本事 不是让妻儿过上 有钱付足的日子 一个男人最有本事 是让妻儿过上 不害怕的日子 好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来 严老师 你很累在家带孩子一天 孩子可能今天也不乖 那老公回来了 你本心希望说 你快帮我一把手 让我解脱一下 你一定是看他一回来 往那一摊 你就开始骂了 我今天累死了 这个孩子也不听话 你都不知道 关心一下我们 他更不想关心 因为他也累 他为什么玩什么抖音 他也累 他在外面遇到的很多事情 他也烦 他一听你这个 他更抗拒 聪明的妈妈应该是说 老公辛苦了 你回来了 吃饭了没有 我给你这碗汤 你看宝宝今天 可想爸爸了 咱一起玩一会儿好不好 你的目的也达到了 他帮你分担了 陪孩子的责任 和你共同享受了家庭的温暖 他心里也舒服 你心里也舒服 但先生 你也别委屈啊 情商高的丈夫是 我在外面很辛苦 那我回家关门 尽量把这种烦恼留在外边 把我的 对家庭的责任和爱 展现出来 我们在人生 三十多岁这个阶段 要承担的可能就是很多 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相信你有能力 也有勇气去承担 只是需要多一些智慧 多一些耐心 多一些陪伴 祝福你们 谢谢 好